北伦敦的独有风景是啥,阿森纳和热刺总是交替走被子,通常悲剧的主角是热刺,时来运转,阿森纳近两年垂头丧气,热刺则昂手挺胸, 但热刺是个很奇葩的俱乐部半个世纪前,形容热刺奇葩是个褒义子,哪怕是顺风顺水,他们也随时会走路踩着自己鞋带,还记得他们嘲讽阿森纳和切尔西论那个新球场广告吗? 这里是伦敦内衣现场观看欧冠的地方,话说得太满太早,赛季首轮腑壁,坏消息就来了,新球场无法按期交付使用,坏到什么地步,热刺的欧冠小组赛可能都要在温布里进行,目前已经落实至少一场,什么原因完不成功期,据说是极为重要的安全隐患,可能和供电系统有关, 但谁也没有透露细节,热刺也没说究竟什么时候能搬进新球场,工地上的人扬言,做好圣诞节也搬不了的准备,周一晚间,热刺宣布这一消息,阿森纳和切尔西的球迷,顿时在社交媒体上校做一团,刚关闭的下窗,热刺一人没劲,两件事堆一块顿时让子迷们大为光火,早说啊,热刺其实很早就知道工期可能延误, 先找了英超调赛程,将第四轮本该在主场对沃特福德的赛程对调,这个好办,上赛季利物浦也这么干过,英超很大方,没问题,该吧,热刺是本季投十轮打客场最多的俱乐部,共有六场,球迷不爱去温布里,嚷嚷要退钱,热刺被破英允,但不是退线,钱而是给信用额度,相当于带金券, 换言之,钱已经进了犹太人的腰包,再拿出来就难了,热刺又找了祖总,给了笔钱,激活了之前租借温布里时的一个附加条款,预定今年下半年,随时跑到温布里比赛的资格, 祖总收了钱不能反悔,但并不开心,我们办其他活动能挣得更多,这两件事都没和球迷沟通,事到临头,球迷炸锅了,热刺是犹太人的俱乐部,抠门是天性,盖了新球场,如果降低票价,笼络人心,必定增进球会和球迷的感情,营造更加的球场气氛, 热刺不仅没降价,反而变本加厉,把很多区域的票价定得更高,会员价是三万英镑,还不包括票钱,恨不得一票就把盖球场的成本捞回来,很多球迷一说起这事,就问候主席利维的家人,原计划,热刺要在下月中,迎战利物浦时给新家开光,现在,这是泡汤了,不仅是利物浦这场, 10月初和家地夫的比赛也要在温布利进行,至于还有没有更多主场,要一步温布利,比如10月底迎战曼城当天在温布利还有美式橄榄球的比赛,暂时没准信,可以想象一下,如果11月下旬迎战切尔西时还是在温布利,车迷们近时幸灾乐祸的场景,欧冠方面也无法保障,可能出现热刺在新球场踢英超,欧冠在温布利踢的尴尬, 欧洲族联可以考虑特批热刺使用多个主场,但原则上希望聚乐部只用一个主场,你们最好落,时究竟能不能在主场踢比赛,热刺的老潮白录像,早在2017年最后一个主场队曼联后的第二天就开始拆了,哪怕是雇佣了3500多人,加班加点的干, 这个工程也是时间紧任务中,物期很正常,利维算盘打得很精,早就知道完不成任务,但拖到最后一刻才想办法,活想他操办的各种转会,他之前誓言在新球场迎战利物浦,最终发现做不到,难怪球尼不满, 如果事先知道不能在新球场比赛,很多人未必掏钱买票,新赛季的球票比之前贵了很多,利维却一个新元美买,也让球迷觉得背短的称,花更多的钱还是看上赛季的阵容,热刺赞界的温布利,今年,会有美式橄榄球比赛, 热刺,本来可以买到维拉的新秀格里利时,价钱是2500万英镑,但不是在下创最后一天,维拉因为资金短缺,愿意兑现格里利时,那是一个月前的行情,利维这个铁算子要拖到最后一刻成交,想借机再额对方一把,不料维拉迎来了新的资本,立刻拒绝了利维,利维当然有自己的理由,一方面波切蒂诺并不强求, 一方面热刺在夏季花了一大笔钱,和现有的主力虚约,切尔西忍痛放弃库尔图瓦,阿斯纳仍未锁定拉姆齐,热刺却没有类似的烦恼,没有心源,暂无主场,对热刺的影响有多大,热刺的主力阵容并不厚实,眼下可能没事,一次多线比赛伤员激增,波切蒂诺就可能面临严峻的考验,热刺盖新球场的部分原因,是为了能在这里 上演欧冠,但下赛季要是没有欧冠咋办,但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利维及其财团可能想在合适的时机兑现俱乐部,乌斯马诺夫以5.5亿英镑的价格放弃了阿斯纳30%的股份,利维声称热刺比阿斯纳更值钱,新球场就是增值的大头,但新球场一日不能投入使用, 我们就一天不能知道热刺到底值多少,这些挫折加一起,又会让热刺的赛季经历怎样的起伏?